对于艺人来说 机场简直就是他们的秀场啦 来跟姥姥一起来看一下那些走路带风的机场秀吧 首先我们来看看星期男神蔡徐坤 昆昆一身黑色外衣 头戴黑色帽子黑色口罩 但是依然能看到清秀的眉眼 也难怪戏粉无数啦 再看范澄澄一件格子外套内搭宗斯卫衣 秦春气息十足 胡一天在某电视剧中 凭男神角色获得了粉丝们的认可 他的大长腿真的在哪也没有办法忽视呀 他好像跟别人永远不在一条水平线呢 再看我们刘昊然弟弟一件灰色外衣上身 头戴着黑色的鸭绳帽 还戴着黑色口罩 运动气息十足 是熟悉的弟弟没错啦 弟弟发呆的样子真是可爱呢 吴磊弟弟最新机场私服出街啦 一身棕色套装上身毫无违和感 头戴黑色帽子 黑色镜框眼镜 是潮饭十足的弟弟啦 不过自家保镖机场接错人是怎么回事呢 经久不衰的炎氧轮小哥哥系上黑白格子围巾 非常暖男呢 朱正廷也是一件门衣外套 那搭涂鸦卫衣 是潮流引领者没错啦 项鱼笑草杨阳不仅长相帅气 还非常有爱呢 走到哪看到地上的瓶子都会不自觉地捡起来 不过一身黑色外套家于服帽 这个画风很少见哦 这一组途中的Justin真的活像动漫里的炫酷男主啦 可是外表这么酷的人竟然还这么暖 他在帮工作人员检手机验 有没有被那年在机场假装路人的小机灵鬼张艺兴萌到呢 不过他能唬住别人唬不了粉丝哦 好像还是暴露啦 这么多男爱豆的机场行动瞬间有没有被撩到呢 猫过了新闻 是各种风格联网满目的爱豆机场休闲场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